我投入手指的一些人的機會 就是剛剛那場講的東西 或是其實會有任何問題的話 其實你又可以來問 參與的動作 去攤位也可以啊 他直接是投出去的嗎 對啊 所以沒有辦法開那個簡報做檢視 這什麼貝注那種 這什麼貝注那種 他們錄影的關係 我憑什麼不正常 我憑什麼不正常 有點神奇 我憑什麼不正常 我憑什麼不正常 不關心 突然覺得這種關燈的感覺 好像就是電影開場 喂喂好 好就是突然又把燈關起來 剛剛突然覺得這有點像是那個電影開場前 或者需要把那個螢幕燈都關起來的樣子 好呢 我們大概 我們現在四分了 我們這個 議程已經要開始了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整個議程的slider 然後如果 如果你們是用那個頁面搜尋輸入的話 你們就可以直接打7407449 然後超二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匿名留言 就是你有問題的部分 然後在結束前我們都會再回答這個這裡 然後 好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數位的時代很發達 然後你們應該都知道 很多人都說 數據相關的資料是最有壓制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聽聽那個官部門 司部門是什麼處理這個開放資料的部分 那我們邀請我們開放文化基金會的黃甫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好大家好我是黃甫 那我取了一個很中二的名字 所以我們先跳過 好我是誰 我是開放文化基金會的專員 然後剛才的新影是我執行長 那我在Cost Club開園的年會 擔任長期的志工 我從2014年開始做志工 那也有在 臨時政府高峰會 Ginney Visa Me 做過兩屆的志工 那2020年是總酬組的成員 那目前也是台灣非二元 酷兒浪子的社群工作小組的成員 呃 工部門的有一些經驗 我在退府會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擔任委員 那有做過兩年的開放政府賠力工作坊 好 然後右邊的那個是簡報連結 和今天slide的碼 嘿好 現在先來做名詞介紹 我們常常會聽到開放資料 或是政府資訊公開 資料跟資訊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在教育部的字典裡面這樣解釋 資料是計算機中一切數值 記號和事實的概稱 通常只為家裡處理者 資訊是 對使用者有用之資料 和訊息的總成 以別於未經處理過的資料 其實看這兩段就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這兩個東西的差別在有沒有處理過 可是這個處理是什麼東西 首先資料 資料就是你怎麼你收集來的原始資料 這個東西在做報表之前拿到的或是可以直接查詢的資料庫 可是這個資料沒有處理過 所以你收到什麼你就呈現什麼 這就是資料 那資料的模樣除了像剛才那樣子很多人比較熟悉的表格以外 其實所有你收集到的東西都是資料 從一般的整數一般的文字 然後名片資料電子郵件標題 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是資料 他只是在有沒有被整理過 可是他都是沒有處理過的資料 那如果把很多類似的資料放在一起 那他就是變成一個資料集 所以在產生資料集的時候 像前面剛才前兩頁的那一個 床位的資料他就是有分一般的床位安養的床位 或是夫妻的床位 這種東西他是把這三個東西是不同的資料 可是他都是床位的資料 所以我們把他放在一起 所以這個檔案就是床位相關的資料集 所以在產生資料集的時候也可以先想想看 哪些資料是有相關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資料放在一起 他就成為一個比較大的資料集 那這個資料集後面可以做處理就會更多 再來資訊 資訊是依照明確目的處理過 所以使用者可以得到特定的訊息 像這裡的這一張圖 其實就是剛才的那一個床位的表 這都是退輔會的資料 他們把那些資料最後整理出一個視覺化圖表 你可以用互動式網頁去點選每個地區 那就是他們有各地的農民之家 這些農家裡面有怎麼樣的床位 他們住了多少人 那這些人是公費或自費 這裡的重點就是他經過了家總 他經過了平均 他經過了年度別的計算 並且他做了視覺化 所以其實資訊 處理過的資訊 處理不一定是好的或壞的 它就是一個動作 你拿到所有資料 都可以把它處理成資訊 可是同樣的一個資料 你要把它做平均 做加總 都是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我同樣的 就是假設十個數字 講一個有點 直接的 就是如果現在 我們把所有世界上的人類 假設現在男女比例 性別比是一比一 我們把它平均 每個人有一顆睪丸 就是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平均 但他還是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處理本身有沒有用處 或是你想要把這個處理 想要讓這個資訊呈現什麼樣的意義 都是一個資訊處理的流程 可是我們會想要資料 我們想要被開放的資料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 可以在最開始的時候 拿到一個沒有經過任何人 主觀意識編輯的東西 好 所以像這個 這個是G0E他們之前做中央政府總預算 他是把原本的中央政府預算的預算表 他們是一個沒有處理過 其實他們有處理過 他們有算過各個部門的比較 有算過平均 有算過假總 可是這個資料 跟人民想要看到的 或是人民比較容易理解的東西 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以G0E的那一群志工 社群夥伴他們就把這些資料 另外拉出來整理成資訊 視覺化資訊 所以就變成會像左下角的圖那樣子 會有不同部門的大小圈 用圈圈的大小來表示這個預算的金額多大 因為你直接看數字可能並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然後他們也會分別去判斷 就是去拆開來不同的主管單位 不同的正式別 會有什麼樣的比例 好 那再來回到標題的開放資料是什麼 一般來說 這是國際通用的資料開放標準 它是五星平等 那這個五星 第一階段是Open License 開放授權 第二階段是Machine Readable 就是機器可讀 那第三星就是現在原則上公布門希望達到的標準 原則上 就是實際上就在說 是開放格式 那再來第四星就會比較有一點需要技術的處理 它是固定網址 那第五星的話就是資料可以互相連結 在網路上的固定位置進行連結 那這幾個星它都是累加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檔案 它是開放格式 但它沒有使用Open License 它沒有使用開放授權 那它一星也不是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 它必須要完成一個才能往下一步前進 好 接下來比較詳細的講一下 每一個東西 開放授權 它其實是所有開放的標準 就是不管是開放原始碼或是開放資料 它都會有開放授權才可以 成為開放的東西 那什麼叫開放授權 這裡有一些 定義 這些東西大家可以去一個開放定義2.1 去你們去Google這個東西 就可以找到這些定義的詳細說明 像前面一場星有提到就是 什麼叫做open source的 就是open 就是什麼叫開放原始碼 其實很多東西是類似的 但為什麼要開放授權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做出來的成果 不管是政府的內容 人民的內容 我們自己收集的資料 現在我 假設我現在點 這一間有多少人數 隔壁間有多少人數 這些東西 我把它收集出來 這些資料 如果 我沒有說它是 套用某一種開放授權的話 那他們原則上都不是開放的資料 因為 每個人要再用 就是我把這些資料產生出來之後 我會擁有我的著作權 再來 這是一個我們保障私有權利的世界 我們會有著作權相關的法規 我今天調查出這間教室幾個人 隔壁教室幾個人 在隔壁教室幾個人 這些資料是我產出的 所以它是我的東西 如果今天你們任何一個人想要用它 沒來問我 你們直接用了 並且 就是沒有 經過任何標示 或甚至你們就直接用這個數字 標示成你們自己的成果 我可以告你們 就是 這是一個私有財產的原則 但是開放授權 它是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在釋出這個資料的時候 同時套用一個 開放授權 不管是 CC授權 或是像現在政府 有一個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或是 像原始碼的話 就會有很多什麼MIT license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些BSD 之類的license 那些東西 附上去 就是你在用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拿到資料同時 拿到這個授權 你就知道 我現在可以用什麼樣的標準 去使用這些資料 不需要再問 而且 因為我套用了這個標準 所以我在 這個標準的規範裡面 使用這些資料 的時候 我可以保障我自己的權利 例如 我這份簡報 剛才這開頭 就是那個很齒的標題裡面有寫 下面有寫 它是CCBY 4.0 所以你們可以去查詢CC授權 Creative Commons 它是一個比較泛用在文字或藝術相關 就是這一些不是程式碼的 或是不是表格式資料的開放授權 那這個CCBY的話原則上就是你們 這裡這個簡報裡面的任何東西 你們都可以拿去用 但是你們在用的時候 必須標明 它最開始是我寫的 那假設今天 我有 Rock好了 Rock把我這份簡報拿去改 它註明了 來源是我 你 小雞 小雞在把Rock那份簡報拿去改 它註明來源是Rock 就好了 它不需要再回縮到我身上 但Rock需要套用一樣的授權 小雞套用一樣的授權 所以它最後其實是可以 慢慢一個一個一個把它最後回縮到我身上 這就是開放授權的就是目的 好 來稍微說明一下這幾個東西 開放授權使用再散步修改分離 有幾項其實跟剛才提到的四大自由有點類似 然後這裡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修改分離編輯 它就是在同樣的一個資料裡面 你可以改它 你可以再次創作它 你可以拿其中一部分用 不是用整個全部 你可以編輯完之後再散播出去 而且不可以限制目的 你不可以限制我 我現在這份資料 要 如果我套用開放授權的話 那不可以限制對方拿去做什麼 那最後一個不收費 這個不收費並不是免費的意思 它的不收費的意思是 你在使用開放授權的時候 你不可以要求這份東西在 對方拿去再利用的時候 必須要付利潤給你 但是假設如果是我今天營運一個平台 我這個平台收集了我大量的資料 這些資料使用開放授權 可是我平台可能買Domain要錢 我營運要維持赤幅器要錢 這個營運的錢是可以收取的 所以它可以收取 可以支付成本的 就是不是資料本身的成本 是你提供這個開放資料成本的費用 這是可以收的 好 那另外額外容許的那幾個就是 可能像CC就會有CCBY CCBYND NCSA之類的各種 你們可以去查 就是那些它是在開放授權的標準底下 也可以套用的東西 好 再來二星 要有開放資料 補充一下 要有開放授權就可以是一星資料 所以大家很討厭的PDF 它也是 它可以是開放資料 它只要有開放授權 它就是開放資料 好 再來PDF為什麼通常很討厭 就是 非結構化資料跟非結構化資料的差別 右邊的是結構化 左邊的是非結構化 其實這 左六兩邊內容是一樣的 你只是去讀它 其實左六兩邊的內容是一樣的 可是非結構化的意思就是 你在敘述的時候 或是你在呈現這個資料的時候 沒有使用一個結構性的東西 而是用敘述性的東西 所以這些內容 它可能在抓資料的時候 像非結構化資料第二個說明 推介就業穩定津貼的榮民 在108年有3099人 假設你要抓資料 你可能抓推介就業穩定津貼 然後108年3099 但它的逗號後面是同樣條件的第二類官兵 所以它其實 逗號後面完整的意思是 推介就業穩定津貼的第二類官兵 可是在我們中文一般人的 我們講話的敘述上面 不會一直重複這些東西 所以當左邊的這種非結構化資料 它在給機器判讀的時候就會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們會希望 資料在被開放的時候 盡量可以是結構化的 它可以是一個使用 就是類似表格的東西 然後有結構的 讓大家可以用很直接的方式去看到 看懂它 好的結構化資料 第一堂是錶頭 只放欄位名稱 所以有些時候 以前有一些政府的資料 然後他們在蒐集的時候 可能像性別欄 它就第一欄是性別 然後第二欄是男女 可是這樣在抓資料的時候 第二欄它其實就會被判讀成資料 所以它就會是一個長得很奇怪的東西 第三欄才開始是男生多少人 女生多少人 但它其實 一般來講我們抓資料的時候是從第二列抓 所以像這種的話比較好的方式是 第一列就直接性別-男性別-女之類的這一種處理 所以第二行以後開始是資料 除了錶頭跟資料沒有其他東西 有備註或資料時間之類的 可以另外放在 readme或是檔案的平台上面的說明 因為備註通常 備註它本身也會是一個很非結構化的東西 因為備註是給人類看的不是給機器看的 所以備註在裡面 它如果是一個重要資訊 那它應該要成為資料的一部分 而不只是備註 或是它應該要可以使用結構化的方式被處理 如果它是整個資料的備註 那你就放在資料的外面 成為一個說明檔 那最後就是沒有總計或平均 因為加總平均這些東西也都已經是處理 好 再來要補充一下 就是第一項的B點 欄位盡量不需要成長變動 這個東西其實在很多時候做政府資訊 政府的資料開放的時候會有討論到 每個政府單位或是不同部門 常常開出來的東西標格長得不一樣 所以在抓資料的時候很多人會抱怨說 為什麼沒有統一為什麼沒有統一 可是其實統一這件事情 有單一標準這件事情 在開放的世界裡面 它就已經會有一點危險 因為那個單一標準到底是誰制定的 像這個的話在OpenStreamMath社群就有一個蠻好的點 他們在釋出那個地圖資料檔的時候 是有先經過討論 欸就是這個假設像台灣的社群 他們抓了很多資料 美國社群抓很多資料 那兩邊想要讓這個資料可以共通的時候 會開放式的討論 我們覺得我現在手上有ABCD資料 你手上有嘉義秉丁資料 那這兩個資料哪些是可以成為同一個 同一種資料 哪些是可以被在這個資料裡面沒有那麼重要 我們可以先放著 或是我加上什麼欄位 可以同時把你的資料跟我的資料放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沒有非常建議 就是我在政府諮詢的時候 我不會建議他們要統一表格 就是或是統一那個欄位名稱 因為當你要統一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先想好 你這個表資料集就會非常的零散 你會把所有相關的資料 散在非常多不同的地方 可是要統一的時候 你就會是變成專職 我決定了這個表格長怎樣 那其他人的表格 他們收集的資料只能符合我的表格 他們另外收集到的資料就會不見 好 所以 回到剛才的內容 儲存初期就採用結構化資料 會比先採用 表格或是先採用人類可讀的東西 再把它轉成結構化資料容易 這是一個非常慘烈的案例 就是以前在釋出日曆的時候 都會是先做最左上的那個表格 很漂亮人類讀的很好 可是當它直接被轉成CSV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堆痘號 然後很可怕 所以像這種 其實應該是先做右下的這一個版本 然後標示出什麼樣的日期 它是什麼樣的 它是不是 國定假日 它是什麼樣的國定假日 它是不是周末 再用最右下角的資料 使用機器可讀的狀 就是使用機器程式去把它做成最左上角的表格 它就不會長成左邊第二格的這種東西 好 再來固定網址 固定網址 這是我們基金會的募款頁 歡迎大家贊助 固定網址一個東西就是 它在某個網路上的固定位置 所以像我們 我們基金會的贊助頁 你只要在網址列打 ocf.tw斜線300 它就會自動跳轉到最後我們的 募款頁 當下的募款頁 但其實最下面那個長的要命的募款頁 它是一個系統自動產出的東西 它可能會換 我們換募款頁的時候它就會跑掉 但你只要連到最左上的那一個東西 它就會跳轉過去 像這種東西叫固定網址 有固定網址 你才可以在網路上讓它成為linked data 就是每一個固定網址之間互相連接 我從這個資料集裡面 因為這個資料集有固定網址 另外一個資料集有固定網址 我從這個資料集連到另外一個資料集 他們的聯絡是固定的 就有點像就是定位 我現在從這個地方走到RB距離是固定的 這兩棟 可能我們假設直接把這兩棟連根拔起 種到台大去 TR跟RB的位置還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確定我只要從TR出去走幾百步 然後往哪個方向走多遠 我一定會到RB 這種東西就叫固定網址 所以它是成為五星linked data的最基本的東西 好 再來最後 還沒有最後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民營圖 第一張誰想要統計資料 所有人都想要統計資料 大家都想要有可以用的資料 可是當聽到要蒐集資料的時候 就啞雀五聲 因為蒐集資料很累 好 這個東西 這張圖是在 今年RiseCon的時候 一個叫Open Data Watch的機構 他們的Manager Shada 分享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這是在講開放資料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就像前面那張圖 大家都想要資料 可是大家都知道收集資料很累 所以 大家都沒有那麼想要統計資料 可是真的沒有人要統計 沒有人要收集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最後的統計資料 所以這是一個資料流動的模式 它資料會從收集開始 然後發布 發布之後會被大家接收到 接收到之後最後產生影響力 可是 就是從前面左半邊那一大串 產製的過程跟最後面使用的過程 其實它是耗的力氣或是資源是差不多的 每一個資料在最開始收集研究 把它做出來然後發表 發表完了之後 就是這是前面的努力過程 後面的努力過程 就可能像是假設像犯罪率 某個地方的犯罪率 如果沒有去調查的話 大家可能就只會覺得 喔 哪邊好像很多犯罪 或是像可能有些外國人來台灣 因為看到新聞一天到晚在報 就覺得台灣犯罪率怎麼那麼高 可是為什麼出去好像很安全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的感受 跟實際上的資料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以 收集怎樣去收集資料 收集完之後 你要怎麼讓大家看到這個資料 並且了解這個資料後面代表什麼意思 它是倡議的過程 倡議的過程也是很需要能量 但如果它不是開放資料的時候 就會變成像左邊的狀態 它是一個很虛弱的資料循環 因為只有一小撮人很努力的在收集資料 很努力的在產製資料 可是他們可能把所有的力氣 耗盡洪荒之力都在收集跟產製 他們沒有力氣去做倡議 或是倡議的人 因為拿不到那一些 別人辛辛苦苦做出來的資料 他們只能用感覺去做倡議 我覺得這裡犯罪率很高 所以我們應該要什麼 提增加警察 或是我們應該要怎樣 可是我覺得你不一定覺得 所以你拿不到資料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做倡議 或是你做出來的倡議 因為沒有力氣 你做出來的資料 因為沒有力氣倡議 而沒有人用 它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很虛弱的資料循環 並且這個資料它最後就會消失於太空 所以開放資料的重點 它就是要成為右邊的東西 當你資料是開放的 使用的人不需要特別去詢問你 我這個資料可不可以用 並且它可以在那個就是開放授權的條款底下 自由的使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可以自己決定它要拿多少的資料去用 它要怎麼樣使用這些資料 並且每個人可以各自發展自己的論述 同樣的資料可能會被不同的人拿去使用不同的方式 當然像剛才那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有些人可能就會拿出來說 你看國防預算那麼大片 我們是不是花太多錢在買軍備 為什麼台灣都在買軍備 為什麼我們不給教育 的確可以有這樣的解釋 但可能另外一種解釋就會是 台灣在這個狀態底下 我們是一個旁邊有很具有威脅性的大國 我們在太平洋島鏈上 我們有需要有很強大的國防能量 才可以保衛我們這個國家 甚至現在可能甚至不是國家 就是有不同的解釋 可是當所有的資料來源都是開放的 並且是公開的時候 你所有的解釋過程裡面它都會成為透明 所以這些透明的過程可以讓 真的就是可以讓有想要去檢視你的論述邏輯的人 知道你拿了什麼資料產生這樣的論述 你中間的邏輯有沒有問題 或是你的邏輯跟我的邏輯是不是一致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拿著這個邏輯去 進行更多的倡議或是政策推動 或是各種樣子的環境啊 國防啊這種醫療什麼 各種議題其實它只要你有前面的資料 後面的倡議就會更加容易 並且當你的倡議效果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人投入資源幫你收集更多的資料 所以開放資料它其實是造就了正向的資料循環 好 這是一個很開噴的東西 資料是原料它也是燃料它可以產生更多的東西 你燃就是不是真的燒啦 但是你使用資料可以產生更多的能量 而且資料原則上除了電腦的這些硬體設備以外 它不是越用會造成污染的東西 而且只要你的資料是開放的它就會越用越多 我今天用一個資料收集了這些東西 我拿出去倡議 然後獲得更多資源再產生更多資料 它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所以總的來說資料比會消耗殆盡 而且會產生空氣污染石油更有價值 最後簡單的講一下政府資訊公開和開放資料 這兩個東西主要差別在政府資訊公開是保障資的權利 那開放資料保障用的權利 什麼叫資的權利 就是人民要看得懂 所以政府的公開資訊其實沒有很要求 就是不是真的重點在機器可讀 或是什麼結構化資料 因為它要的是人民可以看懂 我們知道政府在做什麼 我們需要知道政府 開放政府有四大重點 開放透明課則涵容 就是我們要可以知道 我們知道它在做什麼 我們才可以監督它 並且我們才可以參與它 很多人會先想到監督的部分 但其實主要是參與 我們知道它在做什麼 我們可以一起參與它 就像這個Cost Cup 其實它的很多流程是開放的 或是志工招募是開放的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 這個研討會到底怎麼辦 或是你覺得這個研討會辦得很爛 那你明年就去當志工 你可以參與它 你可以改善它 你可以知道他們實際上在做什麼 並且成為它一部分 那開放資料的話就是用 所以這個用會比較多在數據分析 機器可讀 或是後續的加值利用價值 但加值利用的部分 我今天先不講 因為我沒有非常的喜歡 現在政府使用的方式 好但就是重點開放資料是使用 好所以政府資訊公開跟資料開放 到底哪一個要用 就是要之還是要用 其實都要 我們是貪心的大人 政府資訊公開或說開放政府 在使用的就是 是一個開放的 讓政府的東西出來 讓我們可以接收並且參與的東西 那開放資料是對於我們所有的人 在資料使用上的流通 所以開放資料有一個重點是 它不是不單是政府的事 很多的公民團體或個人的資料 收集的資料 像是很多像環保團體 可能像環資他們收集了珊瑚體檢的 歷年的資訊 台灣周圍所有珊瑚的狀態 他們在收集了這些資料 如果它可以開放出來 我們每個人都有意識的人 想要的人都可以去抓 不好意思 都可以去抓那個珊瑚相關的資料 這個資料不是政府的東西 沒有麥克風 像這種東西它不是政府的資料 可是人民還是可以使用 並且它還是可以開放 所以其實開放資料 並不完全是政府的事 人民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它的一部分 好 最後再來一個campaign 開放資料跟資訊公開 都是民主的基石 因為它可以成為一個正向的循環 它可以成為人民參與的模式 就是大家拿到同樣的東西 大家在同樣的知識水準上面 可以一起往前進 好 滾到 這是參考跟補充資料 你們可以進這個簡報直接去抓 好 最後 謝謝 我把我的時間用完了 有人要問問題嗎 喔 為什麼PDF是令人討厭的格式 因為PDF的資料很不容易 以前啦 現在PDF很多是可以複製內容的 但是 像複製內容 它還是會有一些排版的問題 或是假設一個表格放在PDF裡面 你把它複製出來的時候 它的格線會跑掉 所以你很難去直接 把原本的資料抓出來 另外編輯修改 然後或是使用別的方式去分析它 所以一般來講 在使用機器辨識的時候 或是要做大量資料 或是分階段資料整理的時候 PDF是很麻煩的東西 因為你會需要花非常多的人力去編輯它 但是在讀的時候 PDF其實是蠻容易讀的 開放資料有相關的法源依據 其實沒有 現在我們只有政府資訊公開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它當初是 我們和一些其他的社群 在推動開放資料的時候 我們努力的在推開放資料 但是政府他們 並沒有那麼容易 接受開放資料的概念 或是他們很害怕 資料開放出來就被罵 所以那個時候 最後長出來的東西 叫政府資訊公開法 但就像你們前面聽完 我落落黨講的那一大串 資訊公開跟開放資料 其實是不同階段的東西 資訊公開沒有授權利用 簡單來說 資訊公開不是開放資料 因為它沒有授權利用 可是現在沒有開放資料相關的法據 法源依據 並且在個人資料保護上面 也還沒有獨立的專法 那像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基金會 目前持續在進行倡議跟推廣 和遊說的東西 可靠的推動開放資料流程 我其實並不是很確定 什麼叫做可靠 因為 基本上政府有在試圖要做開放資料 現在啦 就是他們還是有努力的在想要做開放資料 然後也會有各個部會 中央的部會都會有開放資料相關的諮詢小組 那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去參加這些諮詢會議 然後擔任委員 但是基本上 就像我自己的經驗是 其實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 他們並不一定真的清楚什麼 資料開放跟公開資訊的差異 所以這整個流程其實都還在摸索還在前進中 不喜歡政府開放資料使用方式 可能我剛才講的有點不是很明確 因為現在政府在推動開放資料的時候 一個是他們怕被罵 一個是他們怕東西出來之後 增加了外面的人罵他們的動力 另外一個是他們又怕被罵 所以又要找到很有價值 那個價值現在基本上直接等於錢的東西 所以現在政府在推動開放資料 很多時候是用一個 我們有開放資料 我們就有大數據 我們有大數據就可以拿去賣 我們就可以進行商業合作 的模式在推動開放資料 但其實這個東西它就是會變成 很容易侵犯個人隱私 或是個人的資料保護 所以現在的那個就是開放資料 所謂的加值處理的東西 其實是在很多層面上有很多疑慮 像我們現在在推個資保護相關法律 或是像數位發展部 他們在成立的過程裡面 也有提出一些他們會跟 就是會有在個資相關法規的制定 這部分就是我們會需要比較關注的 因為你個人資料要先保護好 你才可以把這些 不會辨識到個人資訊 不會回過頭來推到個人身上的這些資料 拿去做後續的進行 或是後續的處理 有回答到嗎?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還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多一個 政府開放資料 政府開放資料 喔 國發會針對資料格式進行認證 那個認證他們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們有一個資料認證的標準 那個標準多上有參考 剛才提到的五星資料 可是他比較多是 重點在機器可讀 跟格式化資料上面 這裡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小bug 就是我之前有遇過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標準 他們甚至有獎章 就是金銀桶獎章 這個標準 套用到所有政府單位上 最後產出來的東西 就是我給你一個CSV檔 裡面是一個連結 連到我們官方網站 它是格式化資料 它機器可讀 可是那個檔案 沒有用 但它還是金標章 因為它符合這個標準 就是其實這些東西 就有點 它有點機身蛋蛋神機 如果在基本的概念 沒有弄清楚的話 或是對於這個東西 產生出來最後有什麼樣的推動 沒有很清楚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敷衍了事的東西 那公司協力開放資料 我們目前有跟 對不起 我時間超過了 超過很多 我們目前有在做一些 就是開放政府 或是像開放國會 我們也是委員 像這些東西 我們有在政府的內部 中央政府裡面 跟他們進行一些教學 然後讓他們知道 開放資料實際上可以做到什麼 並且開放資料 不是都要開他們的資料 他們也可以拿民間的資料去用 還有問題嗎 我大超時了 我很抱歉 好對喲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 slide繼續問 或是我 我今天下午會在開原型手村的 那一個hacking room 4還是5 我忘記了 5吧 512嗎 512 好 我今天下午會在開原型手村 的桌遊 那邊帶活動 所以如果有 還有想要問問題的話 可以來找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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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